警方瓦解一个信用卡诈骗集团 涉及款项达到8500万 拉了24人 警方破获一个诈骗集团 星期四搜查全港32处地点 包括葵冲一个派对房间 发现过单位空置 没有派对房间的设备 并且在单位里面 检获大量信用卡和银行文件 行动中拉了15男狗女 年龄介乎23至67岁 报称是保安员、厨师、售货员 和地产经纪等等 警方说诈骗集团 报清前年1月至去年7月 经营一间派对房间 再开设多间空壳公司招人 向他们提供虚假雇员记录 和入息证明 去到不同银行 申请超过200张信用卡 为派对房间大量签证 年半内借款8500万 最高一笔签证额达到12万 警方又说部分人签证之后 没有按时还款 拖欠几十万至三百多万 甚至申请破产 警方说诈骗集团的犯案手法 有别于以往骗徒洗黑钱的手段 警方说已经冻结130万的犯罪得益 又说案中被捕的24个人 涉嫌干犯罪谋诈骗和洗黑钱罪 会继续扣留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 邓文康报道